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平淡也有齐驱 不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 都要以平常心去面对 持之以恒 求进步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比喻 如果你想要学游泳的话 你就要亲自下水 同样的 你若要学习静坐 你唯有亲身去体会 集中精神去把它做得最好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的洁净了 在开始学习静坐的时候 要选择适当的时间 最好的时间是在早上5点30分到6点30分 因为初学静坐的人 要有充足的睡眠 早上起床后 睡眠充足 体力充沛 对静坐有很大的帮助 另一段适合静坐的时间 是在零睡前 在这个时候放下了一天的工作 身心比较轻松 如果不会太累 也比较容易入境 至于静坐的时间的长短 则因人而异 可以用短短15分钟 也可以长达30分钟 除此之外 我们要注意的事项还有很多 比如说 早上起床后 还没有活动前 不要先静坐 应该先做一套简单的暖身运动 让筋骨松软后才来静坐 在静坐前 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 也不要吃得太饱或太饿 这可避免肠胃不舒服 而影响到静坐的情绪 在进行静坐之前 我们要先准备好一个坐垫或一张草席 那是因为要避免我们的身体 直接坐在地面上 以隔绝地面上的湿气 另外 在静坐时 最好是选穿宽松纯棉的白衣服 不要因为衣服太紧而感到不舒服 如果我们在家里学习静坐的话 那么 静坐的地方 最好是选择比较安静 比较通风和干燥的地方 避免在静坐进行中时 受到电话声等的干扰 静坐结束后 我们不要立刻就起身活动 在起身之前 要先松懈一下我们的四肢 调整一下我们的心理状况 按摩脸部才来起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